小佳老师好 李老师好 李老师 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的温柔 如果医生都能像您这样 我就不怕去医院了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的腿上长了一个结节 后来又上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网上的评论 当时出现的结果 当时我就已经要抑郁了 就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的非常的吓人 叫做淋巴癌 当时我要 没事上网瞎查什么 对 这是一个特别错误 其实人如果要生病 我觉得精神上面 其实占一个特别主要的主导 然后找了一个医生 他当时说我看一下 我当时真的是进去的时候 脸色就不好 他当时就说没事 行了 回去吧 我说不需要擦药吗 他说不用 他说如果你要想做手术的话 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不然的话两个星期以后 可能就下去了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病已经好了60%了 虽然说这个结还没有完全下去 不 等会儿 就是医生的话呀 对 特别 他如果要是说的模棱两可呀 挺吓人的 也是 医生说 那你回去吧 那意思就是就回去等着 说那擦点什么药呢 不用擦药了 你擦药有什么用啊 这个 其实他是没事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 都会是像我这样的心态 不要乱给自己下诊断 我觉得如果您不是学医的 您不要从网上给自己下诊断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而且如果你真正有病的话 我也劝你不要上网络医院 一定要找医生 因为网络医院的医生 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给你开医住 他可以给你健康咨询 我心态特别不好 就有的时候一点点问题 我可能就会想到很严重很严重 我相信你从医这么多年以来 一定会遇到很多类似于像我这种患者 在不断地有患者 在给你一些就是像压力也好 这种哭诉叙述一些他自己病情的时候 怎么样去调解的自己的心理这种压力 我可以总结我的规律 就是三条 第一条就是睡眠 这个睡眠是太重要了 我们知道过老死的人 多半是平均四个半到五个小时的睡眠 现在年轻人经常熬夜 是的 而且大样本的量证实 每天睡眠七个小时是活得最长的 八个小时还要略微短一点 第二个规律特别重要 人生病都是在规律打破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呢 我自己的办法这么多年 就是自己造规律 为什么 因为人的内分泌它是有规律的 你一旦打乱了 它就容易生病 紊乱了 这个我自己造的规律是 五个小时一个小休息 十个小时一个大一点的休息 五个小时一个小休息 怎么休息呢 你或者是吃完饭之后 一定眯一会儿 或者连续地抢救五六个小时了 我一定要休息一下 喝点水啊 坐一会儿 第三个就是宣泄 就是人是要宣泄的 但我觉得不是说都是哭 是比较初级的宣泄 高级的宣泄是转移自己 当你就是到极度的这个不能够控制 那么你就转移一下自己 怎么转移呢 马上去转到你爱好的事情 您比方说 他是特别喜欢足球的 喜欢京剧的 保留一些这样的东西 让自己放松一下 如果我也不喜欢这个 那总喜欢你的孙子吧 喜欢你的儿子吧 想办法跟他通个话呀 一下就会开心一些 李教授的病人 因为很多都是老年人 所以您的有些办法 对于抑郁的年轻人 没法使用 比如说您总喜欢孙子吧 现在好多年轻人在学校里 想想你的男朋友 喜欢的人 喜欢干的事 出去运动一场 出身汗 打场球 都可以 你喜欢什么 都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对